再來看到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今天召開的是交通政策記者會 再度提及當初和民進黨分手 全因為基隆捷運 執政黨欺騙選民 聽到對手賴清德提出 要讓台中捷運延伸南投 更首度開轟 不動腦是欺騙選票 不要每次選舉到就拿來騙選票 最近賴清德又說什麼 終結要到南投 一聽就知道 公開炮轟賴清德政策 終結延伸南投 柯文哲重提基隆捷運 再抢民進黨騙選票 柯文哲跟民進黨翻臉的開始 就是基隆青鬼 因為對我來講 那個就是假的 可是對民進黨來講 政治就是騙術 就用騙 我覺得騙子就是騙子 親自交開交通政策記者會 但台北市長任內 才說內湖交通沒救 民眾黨北市議員陳佑辰保料 蔣萬安上任後內湖交通問題更嚴重 柯皮畫風一轉再打現任市長 蔣萬安選舉的時候就說他內湖交通 會有辦法改善 比聰明的程度比勤勞的程度 我都覺得不行 你怎麼是可以 果然是不行 那內湖現在還在發展 所以表示說內湖的交通一定越來越爛 柯文哲先前才表態反對 柯剛去中化立場 但民進黨籍立法院長尤錫坤喊出 柯剛刪除古文廉恥 這是君主政治產物 柯文哲同樣開轟 我先聲明我跟游錫坤算是好朋友 看我們的網軍我就怎麼打 連此是君主政務政治的產物 難怪民進黨既不牽連又無恥 去在文化上去中化我是反對 那個媽祖關公 廣澤尊王 保怡大夫 每一個都外省人 打籃打綠搶媒體話語權 柯文哲端政策牛肉同時 依舊炮火四射 這是我們講李明洪 新美時報道